哈囉,這個禮拜要特價初清的一些魚 然後 先來看一下這個,這裡 那個特價999的白紙銀袋二十幾公分的還有兩隻 最後兩隻 這一缸是我的新歡 那些短身的三間 短身87啊,超可愛的 然後這個 這個還有,也有個這邊 幾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這八隻這個也很漂亮喔,藍面黑波羅,你看 他的身,那個 身上的那個點都出來了 超美,美美的魚 啊這個如果你養黑鋼,他會很黑 黑黑的,他會轉成體色很黑 如果要黑色擋煞的魚 譬如說雪鸚鵡啊,什麼八紅一黑啊 還是說你要加一兩隻擋煞的魚 這個就蠻不錯的,他可以養到手長大 然後我要餵那個 來,我跟你講,你看 魚就有分,這個是抱頭的 肉食性上浮的魚在吃的齁 我們有一些連龍魚都會吃 然後我現在餵這個三間 你看 喔喔喔喔喔喔 看會吃飼料的三間 多刺人痛啊 這個是短身的87啊 就很可愛,一次3500 然後我想要把這一群 就是慢慢養啦 現在是小嘛,現在大概這樣大概 9公分,大一點的大概10公分左右 就慢慢養吧 這留著養大這個短短的一群 而且三間有時候會 可能可以到60公分啊 有勒 阿有時候體型太大也是問題 阿像這種魚短身以後就剛剛好 阿像這個波羅,這個是比較大 如果還小隻的吃不下 就餵這個比較小顆 二合一挑嘴的 挑嘴魚的齁 就小魚啊 阿這是大顆的,你看一下 差別就這樣 那個神仙啊齁 然後一些挑嘴魚他也會吃 我現在是餵這些小 要給 如果波羅還比較小的時候 給他們吃的齁 甚至那個什麼一枚稻人 哪些都會吃 然後來我看一下 對999的銀袋剩兩隻 然後這裡 這個是上禮拜貼的有瑕疵的豬 3A的38有瑕疵800塊的 1234567還有7隻 一隻800 然後這裡 這裡有兩隻 厚到比較厲害的 這兩隻 那隻嘴巴有一點歪 歪的比較明顯的 這兩隻特價500 要的話可以幫你寄 阿這個就 不猜售 就兩隻500 常常有客人在那邊問 兩隻500他就會跟你說 老闆如果我買一隻欸 有沒有 我就覺得 阿就隨便賣賣 我就說一隻500 兩隻也500 然後這裡這裡 我們來餵一下這個 肉食性 就這個 肉食性上福的 來賣這一隻銀袋啊 這一隻銀袋 現在很大隻了啦 它那個體長起來應該 45公分 50公分應該有 這一隻 來店自己拿 因為這隻就不宅配了 這個太大 尺寸太大了 然後它的虛有 壯斷那個會再補長出來 這麼大的白紙銀袋 應該要個 四五千塊 然後這隻我想要出清 把它賣掉一千五 如果你要混養你的大尺寸龍魚 你看它都會吃飼料了 你要混養你的比較 四十公分 四十五公分 五十公分的龍魚 還是大龍的話 你就可以混養這一隻 反正就出清價 一千五百塊出清 五十公分有啦 五十公分的銀袋 然後我想要留那個短生的三間 所以這邊有一些 有一些長生的三間 我就想要把它賣掉 沒辦法 我們店裡面 魚缸 不夠多 阿缸 阿這個是肉食的鎮燕 然後你看喔 這幾隻 我們之前去 去給它對 覺得它很像蘇利南 滿天心啦 但是我朋友來又說 好像有一點像眼斑 但是眼斑又沒有那麼多斑 反正它就不是普通的 這四隻就不是普通的 三間 那一隻是巴西亞 後面那一隻 那你看喔 可是剛剛飼料有味 我現在灑個飼料 等一下 飼料都掉在板子上 也都會吃我們餵的那個 我們用的 我們店的那個肉食的上浮飼料了 你看它現在 掉下去之後它會撞 阿這個大概都有 二十公分了喔 那大一點那一隻二十幾公分了 那可能二十 可能二十三四公分了 這兩隻比較大 這個 原價一隻三千 特價一隻一千五 齁 如果你有大鋼 你至少五尺鋼 六尺 你就可以考慮這個 阿這個尺寸現在混濃於剛好 齁 就特價一隻一千五 那邊那一隻是巴西亞 然後那個是重文的 然後這個是 蘇利南 滿天星 或者是 什麼品種 也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因為它的點就是會比較多 齁 那剩那一隻 那隻身體面還會釋釋 齁都開始在出色 齁 這個一千五 然後 對 然後這裡 這個二A的 二A的豹文珠就比較大 大概手掌了齁 大概有五個四 大概有五個手指寬了齁 這個特價一隻一千的還有六隻 齁這個也可以宅配 反正我就魚太多賣掉一些 真的 就是親密度 然後這邊有一對 黃冠黑白 我們現在在訓練它吃飼料 在被我們養一陣子就很會吃飼料 然後特點是 像這個是甜甜圈的 已經開始在出現花紋了 有沒有 阿這一對大概是那個 那個小碗的泡麵碗那麼大 齁 就是 不是滿漢大餐 再小一號的 統一漏灶麵那個泡麵的那個泡麵碗 上面 上面的蓋子大概尺寸那麼大 這個就很好養了 你看 我手在這裡它都會過來了 齁 這個一對一萬 一萬八 一八八零零 齁 那個就沒有特價賣啦 那個就 總是要留個一對那個 有時候客人要 有時候我們 比較沒空啊 齁 這邊有一對 一萬五的 白子烘齁 這個這個就很大了啦 你看這個盤面就很大了 齁 所以買鴻魚記得喔 你要看你的龍魚 你魚缸裡面的密度 你魚缸裡面的戰鬥力如何 你再去選適合的鴻魚 然後要 很齊獨的 很會挑戰的鴻 最常見的就是那個客人 魚缸裡面大小魚都有 然後那一缸本來就是戰鬥缸了 然後他結果去網路上買那個幾千塊 那個小小的那個 小鴻有沒有 那一缸都沒有活的機會 都沒有生存的機會 齁 所以這個就是 來 所以這邊三間我要賣賣 對 我就把這一缸的三間賣一賣 然後我要把那些短生的三間移過來這裡養 齁 那個短短的這樣多可愛 所以 一支一千五特價賣齁 然後這裡 這裡 這邊有一支 大豬 那個要 要女王異型的可以跟我們講 那個 這邊有大尺寸的女王異型 女王異型現在 很不好買喔 這個是我不容易才弄得到 裡面的女王異型 那個一支大概都 二十七八公分的 那個一支一千 齁 這個盡量來店買 我也不 宅配也是好麻煩喔 因為很怕他插破 然後這邊有一支黑花豬大的 來 比手掌還要大 那一支那一支 紋路也很漂亮 紅色斑紋很多 齁 比手掌還要大了 比手掌還要長了 二十幾公分 就 就 就大豬 有人要五百塊 寶寶的 反正我就要清缸 啊反而我們這樣小小的 短生的一支這樣子 齁 就一支就要兩千塊 兩千多 那這個是長生的 但是這支顏色還蠻漂亮 五百塊五百塊 五百塊 那個不財配喔 那 不賺錢又少錢 不要財配 齁 然後這裡 你看我的魚多滿 這一缸 這邊有一支大龍 這邊有一支短生三尖 一支短生紅豬 這旁邊還有一支 二十五公分的印尼虎 四線虎 在這裡 你看 所以這缸也是 算 像這種缸你就不能再放魚了 他已經 還好都是相安無事 齁 那 這邊有一支長生的巴西亞 很漂亮的你看 然後是公魚庫頭啊 之前有客人問我又開過五千塊 你看尾巴的尾紋 超漂亮的 如果我有大鋼這支我不會賣 因為他已經扣頭了 齁 就是一支漂亮的公魚 啊 這一支大概 二十五公分有啦 反正你看我這個龍大概四十 四十五公分的龍 跟他在一起還OK 齁 啊這一支 三千很漂亮 看一下 有人要特價兩千五 不宅配自己來店拿 你看那三千就是要養到像這樣 就很屌 而且會越來越屌 他的花紋會越來越漂亮 現在你看 你現在看他尾巴的紋路 的那一種亮度 以後他會跑到全身 喔喔喔 你怎麼啦 你怎麼啦 我要拉 那隻三千Q這麼兩塊 靠 剩一下 其實那都不是痛 是怕到 然後你看 他尾巴的紋路那個 會慢慢往前推推到全身 這兩大隻是一隻非常華麗的個體 齁 齁 但是現在就是 魚缸不夠多啦 我想把那一隻賣掉 把上面這個移一隻下來 齁 齁 不然夏天 我這一間 我這一間這麼悶 然後魚都是這麼 太多魚 太緊 太緊張 就會變緊迫 有時候突然間打起來是怎樣 結果有魚會被幹掉 然後有時候通常都是龍魚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 龍魚是想要當老大 可是一旦真的在打的時候 他不一定能夠打得贏 那像這一缸這樣子 小小的水量 四隻大魚 太危險了 所以這一隻賣掉 那一隻下來 齁 大家就稍微鬆一點 齁 還有什麼要特價的 這一隻兩千五 摳頭的 巴西亞三間 那一隻大豬才五百塊 齁 齁 然後 那個 那個 有要來店買的那個 大尺寸的女王一隻一千 齁 我好不容易才弄到十幾隻 就這樣吧 唉 反正 我這邊 你們如果可能還沒有看到影片 太熱 然後兩尺缸裡面 就有一隻龍魚擦水了 就掉了 所以就是 密度 真的魚缸不夠 密度太高 我還是得清掉一些 齁 好 這個禮拜的特價 掰掰